来看到这高刚轰吹起啊 代表新竹县新浦镇的饰饼祭到了 能够用果皮作为染料进行染布 县府就到这个饰染坊来参访 经验用饰染做成的火锅东坡肉 烤生蚝栩栩栩如生就像真的一样 也肯定呢开创通路积极参展 提高国际能见度 包包 衣服 墙上挂的琳琅满目 还有桌上的火锅东坡肉 发糕 烤生蚝 看出来了吗 全是用饰染手工做成的 拟蒸食物展就像真的一样 县府今天参访新浦饰染方都大呼惊艳 我们饰子之乡在农忙之际 现在都开始在生产饰子的 生产饰子的剩下的残余物 就是柿子的皮 我们来做浓缩 来做成一个饰染 我希望我们县府跟正工所 跟新浦农会 我们大家一起再度吸手 把这个产业再推广出去 所以目前在我们的桃园机场 各大服务区 以及各大博物馆 各大商展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 让这个我们新浦非常有名的 饰染的这个文创产品 能够再度地把它新交到全世界 让大家都看得到 桃园机场 博物馆 美术馆 商场 都能看到饰染文创品 要持续推广发扬到国外 新浦饰染方十二年前成立 率先开创台湾饰染工艺之路 每年执行劳动部计划 聘请青年投入加入创新思维 针对亲子客群 能制作饰染小动画 亲子围裙等 也积极参与台韩天然染色交流展 日本三岛丁工人剂等提高国际能见度 九月饰饼机开炮 用果皮作为染料进行染布 十月底将推出彩虹试染 穿搭走秀等DIY活动 我们的活动日期是在10月24号到11月6号 我们会有结合了很多样色彩的彩虹试染 还有悄悄染 然后还有一个市民的穿搭秀的小型的走秀活动 然后还有一个试造的DIY 年菜夜市小吃 古早味零食全都栩栩无声 传统工艺结合在地文化 打造文创商品热卖各通路 要持续注入新火力 将新浦试染发扬光大